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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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談這個呢 因為我發現到 我們現在在談這個疫情的時候 台灣目前 我們在談到所謂的系列招式很快 這個狀況是很快的 比方說去年 沸沸揚揚的經過很多的討論 還講到說 我們有很多的老師包包的知情 我也是參與在那個討論的裡頭 就跟教育部組合的功夫 為什麼 因為去年本來一百年要實施了一個教材 是叫做 它要需要 基本上是通常講三個大主題 就是多元性別 多元情慾 多元家庭 這是三個族走 所以很多的課程 它是指向這三個目標的 可是我們比較傳統一點 我們過去一直在做兩千教育的人 我們看到他的教材 是有很多的理論 就像我剛剛講的 然後說我為什麼要出這本書 因為他特別在一些生命發展上 小孩子的身心發展上 他會造成一些問題 所以我就提出很多很多的這些考慮 所以到後來我自己 我是主張一個主軸是什麼 不要談多元性別 而是談什麼 談多元的性別特質 為什麼 因為國小國中 有人發現他們經常產生的問題 就是高官大名 或者他們會有的一些 很多的這種 在國小國中階 那樣的問題 多半是因為特質 比方男生他很特別的瘦小 很白 或者講話比較稀聲稀氣的 或者女生就是比較出狀態運動 然後很豪爽氣 或者是說話很大聲 然後笑起來 哈哈哈哈這樣子的 就會被一個小孩的男人混淆 這個叫做性別特質 就是他的特質 不是他的性取向 一般來說 我們現場教學的人 會發現 我們比較會面臨到的困擾 比較是孩子因著特質 而帶來的種種的糾紛 因為他自我認同這樣的困難 反而還不是關於性取向 但是國中高中 國中開始 然後高中大學沒有可能 他會在這方面比較會有困擾 比方說 我的男生跟我說 我就是看到那個女孩子的那個 穿得很少啊 或者是那一片 我都沒有感覺了 可是我看到男生穿得很少啊 然後也露出他的肌肉啊 那個那種很性感的樣子 他說他是男生啊 他說可是我看到那個 欸我會有狠狠感覺 所以他有 這就不講是屬於性取向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做國小的幼稚園 甚至於國中的長期 大概差不多十八歲以前 其實他多半的困擾 還比較不是性取向的問題 所以我比較主張 我自己都可以回去 我們在做這方面教育 我們要請向你說 在這個階段 我們先讓他們釐清特質的問題 就是那他要接納 不要在性別刻板印象裡面 造成一個錯誤的自我形象 跟人際對待 而是呢 他要接受 特質就是很多元的 而且特質就是很中心的 然後呢 另外一個所謂的多元情慾呢 我們也是比較不主張 在這麼小的時候去談 情慾的這個不同 而是談什麼 多元情感 多元情感是不是其實有什麼不同呢 多元情感 基本上就肯定 佛小幼稚人就懂得什麼叫做愛情 他就已經有感覺 要去談戀愛 甚至於他就可以談戀愛 他也可以發生性行動 這是這樣子的基本立場 那當然我們的立場呢 我們得另外一個相反的一場就說 這個階段其實在發展各樣的情感 包括親情 友情 好 那麼愛情呢 反而是這個階段其實還沒有開始 國小的就是這樣 那甚至於國中 都還不是一個他們主要需要去關注 所以我們無論國戰成說 國戰國場的時候 如果我感覺有feel了 我看到隔壁班男男男走過去 他的頭髮飄起來 我就覺得 我好幸福喔 有這種感覺 這種感覺是 就叫做戀愛的感覺呢 不是 我們可以幫他明清一下 這可能是迷戀 這可能是偶像劇看太多了 或者他真的就是投射 就是一種捏 但他還不是叫做 可你進入案件做負責任何交往 但是另一端的說法 另外一個所謂的強 所謂的鼓勵 我有點情緒的說法 就是說 不是 這個階段你要教他 怎麼到來 好 怎麼樣子發展親密關係 或者怎麼樣去解別人的老闆 好 那怎麼樣發展親密關係 到怎麼分手 我想要注意喔 我想要講這個 就是說 我們就開始在這個階段裡面 其實就應該要教他 你去發展親密關係 好 如果不行 你要分手 你要怎麼做 這就是在 在所謂的這個 就是他被鼓勵 然後 多元情緒就是說 情緒也是很多元流動的 好 可是我們從小孩的發展 我們會更強調的是什麼 先建立他的多元情緒 他要看見其他情感的存在 包括他在家庭的關係 因為現在很多家裡是疏離的 所以我怎麼幫助他看到 親子的關係 其實是可以學習的 可以去建立 然後到什麼 他旁邊的朋友 異性的朋友 他怎麼去建立界限 好 他有所謂的生命能力 等 而不是都要去探索探索 好 然後證據包括什麼 他跟寵物 跟小公公 跟大自然 那種情感 你知道 我們現在很多的孩子 沒有這個部分 他看到大自然 他沒有感覺了 好 那他們就是坐在電腦前面 那邊大自然的認識是從電腦裡面 好 真的喔 我現在就帶那些大學生出去玩 他們坐在那個裡面 然後坐在那個大自然的那中 好無聊喔 我們還要坐在這裡坐多久 你真的是一整個 三小鞋喔 說 我感覺像那風吹過你的臉 然後躺下去 你維穩那個清草的香味 好 感受一下 那個雲在你的面前 這樣千變萬萬 對不對 那個星星 然後再眨眼睛 然後學人說 星星沒有眨眼睛 星星那個只是空氣的 對流而已 哈哈哈 那個不是星星眨眼睛 是空氣的對流 完全沒有那個移情作用 有沒有 所有人看到月亮 看到那個流水對不對 那都可以有移情作用嗎 我們現在的小孩 這情感真的變得非常非常的 對 好 就算是很擔憂喔 就只剩下 浴摸 你知道嗎 看到那個孩子 馬上想到他的胸部啊 馬上想到 不要去摸一下啊 沒有那種 我覺得因為是欣賞他嘛 沒有那種情感 你知道嗎 就非常非常的可惜 所以當然 所以我們 真的要回到那個 比較人性的部分 也就回到 他的身心發展的部分 所以 所以我們現在要性別 後面是要點念的 這個 這個兩顆 都是關於性別 性別特質的部分 好 那就是說 我們再強調一次 就是說 你不要現在那麼早的 一直在教多元性別 你要教多元性別特質 好 那不要教多元情慾 要教多元情感 然後我們大家可以 實在感受的成章 好 那我們就來看多元性別 好 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特質 這一個 我們要做一個 最佳男主 男女主角的爭取 我們現在等一下 我們來看一處 摸上去 真的喔 我們各位同學 我們要開一處 摸上去 我們來跳上去 我們主要有 最佳男主角 跟最佳女主角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仍然照 剛才的鄧主 每一組呢 都會拿到一盤 一組這個叫做 特質 叫做特質 你就拿 這樣子一疊特質 然後你們小組裡面去討論 你們要選出的 最佳女主角 他要有哪些特質 你們要選出來的 就要能夠到 會需要哪些特質 選五項 五項特質 那我要請剛才 就是在這邊的兩組 選女主角 這邊剛剛有兩組 你們選女主角 然後這邊的兩組 選男主角 同樣我們的特質 他是一模一樣的 你們就選 最佳女主角 不知道要有哪些特質 那你們是最佳男角 那邊特質 這邊特質 它有正面跟反面 然後兩面都有 所以你要選的時候 正反面都可以選 有關係 這樣可以嗎 好 請我們內組 派得出來拿你的道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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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主角來講 好 他跟這組 女主角玩得很開心 所以請 今天再一個 來跟我們講一下 好 你們覺得女主角 要有哪些特質 來 我先請第一組 我會覺得說 我們都會覺得說 就是一部戲 其實我這樣去 要 讓女主角 讓她 做團隊喜歡 因為 要有感性 感性 對 然後 還有信心 信心是不是 女生要信心 女主角必須要有信心喔 對啊 然後要暫時 散情願意 OK 然後要 謹慎跟 堅持 謹慎跟堅持 所以愛是要堅持下去 好 這樣子嗎 這五個 好 所以 你們說 你剛才說 對愛情要什麼 就是要堅持下去 所以這個堅毅代表的是 對愛情的堅持 我還以為是要演阿信 所以要堅持 好 謝謝你們 好 那我請第二組 女主角 好 就 我招呼出來是 人長的樣子 對 物實 什麼 物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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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物實喔 女主角要物實 然後我們要 主角圓融 圓融 圓融 就是要得共你圓融 欸你們跟他們不一樣喔 然後也要散解人衣 也要散解人衣 所以我們散解人衣 把他們還在最挑挑 好 再來 感性 感性也是 好 還有呢 溫柔 溫柔 你們有溫柔 還有沒有呢 一個 好 如果我們多幾組 可能又會有一頭人 你看 你主角大概要什麼 這樣子嗎 那你可以在那個 把那個 好 重複的 好 再來 我們來 我們來看男主角 第一組 第一組 來 我們請你們先都會說 好 你們 好 問算男主角是要感性 感性喔 我們要感性喔 所以有把感性環到中間來 好 是不是 來都有的 好 再來 吉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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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善解人衣 善解人衣 善解人衣是在這FE Columbus 感情跟小姐人 因為哪一個都要有 而且都不懂得 人家有創意 創意 信心 謝謝 要不要解釋一下 我們準備要演什麼戲 不過不是耶 看起來很像 好 要不要做一個什麼作品表演 所以你們就是很直覺的感覺 感情講一下 就是 你們是以他為演唱齁 是會選擇進去 好 很好 好 再來我們請下一個 那因為我們這一組呢有用味 是因為我們選擇流傳 因為我們沒討論出 三個滿一張時間就到了 好 那我們第一個就是善解人意 也是善解人意 那信心也有 感情也有 所以這兩個真的是超貓妙 好 那我們現在第四個是熱心助人 熱心助人 然後我知道了 那個我可能不會愛你別人當人 那不是領導 領導 好 那我們就看到喔 你看這邊是 不管男生女生 不管男女主角 我們都覺得這幾個特質很重要 這幾個特質是作為主角必須有的 而且這幾個特質是不管男生女生 所以他不是單在屬於男生或女生 然後特別是那個你看裡面的感性 我有一次在戴的時候 結果有一組他們就說他們是有男主角的 他們說一定要這一張 然後那個人那個長大 那個代價就說性感很重要喔 男主角一定要很性感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小組這樣做圓圈 那他的那個角度看到是男的那個 所以才看能性感 其實不管男主角或女主角 一般來說現在的媒體 他的男主角唯一無人缺乏的就是 兩個都要很性感 好 那我們選的是她的感性 好 那麼溫柔我們放男主角 那我也曾經在座的時候呢 可能會把溫柔也放到男生這邊去對不對 有可能嗎 像我看到我看那個 我可能會來那個李大人 他是又溫柔又感性 又熱心住人 然後也非常有創意對不對 所以他都想嫁給李大人 就不曉得這個人存不存在的意思 好 那麼 我們帶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不過呢 今天因為時間有限 不用讓大家練習了 我會已經把你的戲經驗好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齣戲裡面的男主角 有沒有符合大家的想法 你們要記得你們剛剛選了些什麼 好 等一下我們來對照一下 看看呢 跟你們的想法 有沒有引進 好